国民党现在已经出手了 要整合苗栗县长的提名乱局 将撤换宣布参选县长到底的 县议会议长中东景 县党部主委的职务 会由前县长刘正宏来接手 负责辅选苗栗县长参选谢福宏的重责大任 预计在周日就会举办新任的 县党部主委的交接 党主席朱立文到时候将会亲自出席主持 好但是中东景提前在13号卸任打包 而且还大动作的召开记者会 再批国民党党中央不够厚道 并且说自己会参选到底 如果遭到了开除党籍 也会提起法律诉讼 只是说到了选战 在年底的台北市长选举的部分 已经确定呈现了撒喀都的局面了 民众党的选战小组召集人 立委蔡碧如在13号的时候分析 蓝绿自称各有三到四成的基本盘 但是2018选战姚文志 只有得到17%的选票 强调的是台北市副市长 黄珊珊不会遭到弃爆 不过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 蒋万安则是回应 他说让自己会变成市民的第一选择 就不用担心被弃爆 只是首都市长这一战 我们来看到陈时中 已经正式接受民进党的征召提名 要来参选了 对此其实年轻人并不感到意外 他们说陈时中一直都在铺路 一脸就是很想选的样子 陈时中确定代表民进党参选台北市长 好像也不意外 不意外 之前就知道说他会出来选 应该会出来选 就是一直在铺路的感觉 不意外阿中看起来就很想选 可以先不要说骇人吧 就是他当指揮官就做得 我觉得我个人蛮不满意的 我觉得他就是那时候讲负责 然后后来就跑去选举 就觉得蛮荒谬 你要把自己的责任做好 你都当公务人员了 就不能落跑我觉得啦 领国家的薪水还想不做啊 还想落跑 前线做打仗打到一半 结果自己的指揮官就跑掉了 要装淡定说没有没有 我只是想要做好我自己在做的事情这样 台北市民啊就交给他们自己选啊 第一线医护都快累死了 我们第一线工作 我本人是护理师啦 要选举了啦 应该暂时没空理这个啦 没空理我们 还离我们护理师想太多了啦 我从来也不觉得他的存在啦 就是这样 就是他也不知道 也没有在干嘛 而且更不要说什么防疫津贴了 我都不想说 护理师同仁气扑扑 但阿中部长还是有死忠支持者 非忠不投啊 支持陈时中啊 支持陈时中部长 因为我觉得他做得不错 没有 我不觉得他是落跑指挥官 他是被政兆过去的嘛 对啊 好像不是他自己要选的 就是对大家还是有贡献啦 他也是尽心尽力啊 从疫情整个阶段 他其实一直都有持续的在做 没有停过 当然只是因为现在疫情 比较没有控制的很好 另外针对陈时中说 政务官是自由业 没有绕不绕跑的问题 民众这样看 政务官不是自由业吧 政务官就已经是个职业 怎么会是自由业 而且他都是公务员了 他在讲什么 怎么说出口 怎么说出口 那个 讲干话 真的啊 就讲干话啊 自由业有点奇怪 公务员那种应该不算是自由业的爸 对啊 为什么是自由业 我爸也是公务人员 他又不是自由业 很有自由 很有自由可以业 不是自由业吧 他们应该要负责 不是想绕跑就可以绕跑吧 真的就讲干话啦 我就 我真的不太想关注他了啦 我就算了 我是不会选他啦 支持他的那个感觉 就会稍微一点不好 就他可以说得更委婉 或者是说用别的讲法 很多民众都认为不意外啊 阿中一脸看起来就很想选 民间党已经正式提名 林嘉龙参选新北市市长了 而新北市市长侯友宜 他也已经做好准备 他说要接下站帖 因为终于松口表示 尊重党中央的规划 被外界解读说 是准备好要竞选连任 根据一份最新民调显示 侯友宜他整体的施政满意度 超过了七成 支持度来到了56.1% 碾压林嘉龙的30.8% 新北市蓝营议员竞选看板 只能放上新北市长侯友宜的旧照 就怕来不及 大不了先批图上去 终于等到侯友宜松口 尊重党中央规划 也被解读要拼连任 民进党的林嘉龙也就定位 侯家军动起来 已经准备好要屠龙 民进党的心中 完全没有新北市民啊 我们呼吁林嘉龙先生 不要把台北的那一套 搬来我们新北市 我们不要这样一个过水式的一个政客 国民党预计八月完成提名 侯友宜也会在宣签 最后两到三周请假参选 至于竞选团队 外传将由副市长谢震达 担任统筹角色 副秘书长张其强 协助议题攻防 整体策略更偏向 打稳拼许正牌 而林嘉龙下战铁 自信能凯旋胜利 但民调先分高下 根据议题图在调查 侯友宜失证满意度 非常满意百分之十九点六 还算满意百分之五三点七 整体满意度超过了七成 防疫表现虽然受到 恩恩案影响 但非常满意百分之十九点六 还算满意百分之四四点一 依旧高达了六成以上 高满意度成为 林嘉龙的一大挑战 百分之六三点三的民众 认为侯友宜能顺出 林嘉龙只有百分之二十五点二 支持度则是百分之五十六点一 比三十点八 侯友宜明显全面碾压 另一个亮点则是侯友宜在民进党 支持者和泛律民众 还各能拿下百分之二十三 和十七点八的支持度 但林嘉龙在蓝营 几乎逃不到便宜 我本人住在新北市 然后治安面试 北市是比较冠军 比如说防疫的态度上也很正确 然后做事也很认真 比较好像比较少看到 做一些政治上的口水战 凭借深跟新北十二年的硬实力 侯友宜蓝绿通吃 对比之下 林嘉龙要凯旋胜利 但新中真的有新北吗 时间将会验证 记者彭宜德 蔡平庸新北采访报道 卫福部长陈时中 他日前发表一份参选宣言当中 他有特别提到了 台北市停滞太久 当然此话一出 就被外界解读说 他所暗指开骂的 就是台北市长柯文哲 但现在立刻被外界翻出 其实过去有一张选举照片 发现陈时中当时 曾经站在舞台上 狂挺柯文哲选市长 而且名嘴还爆料了 陈时中他其实对政治超狂热的 他是因为选举的时候 蹭上了小鹰 才会一路当上部长 牙医师成立后援会 挺柯文哲选市长 摊开过去的照片仔细一看 举着其的就是台北市长柯文哲 侧边站了一个人超级眼熟 原来就是卫福部长陈时中 当时他还是志工团的团长 就率领了七院校友力挺柯文哲 那是已经过去了 我想选举都是一次一次 这样子的来的 挺柯时陈时中还站在边边角角 名嘴爆料他是攀上蔡英文才试图大爆发 他在当官之前的头衔是什么 中华民国牙医师公会 全国联合会理事长 那他过去帮陈水扁选举 后来帮柯文哲选台北市长 接着帮柯文哲选 帮他写白皮书 他本来就很乐中政治 非常狂乐 这次逮到机会了 他终于熬到了卫福部的部长 外界痛骂陈时中 疫苗快筛特效药都不够 是三缺部长 但陈时中却初出说自己防疫超棒 柯文哲的白眼快翻到头顶上 用药的部分是用很早还用很确实 还有今天没有吃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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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下一禮 狂吐槽蔡政府 但柯文哲被绿军炮轰 都是因为他带蔡炳坤去应酬喝酒 才会害蔡炳坤因此中风 在蔡炳坤面前那个是公杯 谁会拿转盘上面的公杯来喝酒 硬要说什么 蔡炳坤喝很多 只是要攻击柯文哲而已 才隔一天塔绿班 甚至把后面一排核桃糕礼物 硬说是送洋酒 不知道帮蔡政府抹黑震敌力战功 是否有朝一日也能当陈时中 记者当到彭世光豪 SNG小组台北报道 我认为邀请进行为邀请击柯文哲 都是韩帮文哲 可以词词如意中